福报的能量守恒 作者 福安古观音格 纪晓兰讲过一个故事 有两个人 生辰八字相同 同年同月同日生 按理来讲 八字相同 命运应该差不多 而一个人嫁给比较富裕的人家 过富裕生活 但四十多岁就死了 另一个人呢 嫁给贫穷人家 过贫穷生活 活到八十多岁 说明八字相同 命运福报差不多 富裕的人过富裕日子 四十多岁就死了 贫穷过苦日子 活到了八十多岁 这就是福报能量守恒 有的人很奉光 但是很早就去世了 有的人很苦 却很长寿 这就是福报的长度和宽度的差别吧 所以不要羡慕风光的 要吸福 寿命能长久 大凡大吃大喝的 不仅自己福报吃喝没了 连子孙福报都吃没了 所以不要羡慕大吃大喝的 其实生命的长度是可以控制的 只要不浪费 吸福 一般容易长寿 不吸福 浪费 想要长寿太难了 老天爷不喜欢报引报时的 或许多多次 butcher 你 脖子 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